联邦政府日前对外称 他们发现有数百位现任和前任联邦雇员的个人资料遭到骇客窃取 这次的事件可能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针对政府电脑网络系统攻击事件 更有报道指这次骇客事件的元凶有可能来自中国 消息一经传出 立刻引发外界震动 在全美各大联邦政府机构内 工作人员对于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忧心忡忡 因为根据政府的最新评估 有近400万联邦雇员的重要资料遭到了网络骇客的窃取 据悉骇客窃取雇员资料事件最早发生在去年12月 直到今年4月 职员资料主管在对网络安全系统进行升级完善时 骇客的行动才被发现 并在日前最终得到确认 此次事件的幕后主使是谁 有调查人员将矛头指向了中国方面 但中国政府很快发表声明 对此说法寄予了博斥 在今天的白宫记者会上 发言人Josh Ernst也坦诚 目前尚未证实究竟是谁 或哪个国家发起了此次网络攻击 但他强调网络攻击行为 对国家安全正遭生严重威胁 联邦人事管理部门表示 自遭受攻击后 他们已采取了额外的网络安全预警措施 同时已通知400万联邦雇员 并对受到影响者提供了信息监督和身份切局保护服务 针对美方声称遭到中国骇客攻击一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主持了例行的记者会表示 中方一贯强调 中方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行动 希望美方不要捕风捉影 而是在这个领域上更多展现信任以及合作 一起来看中国中央台的报道 洪磊表示 网络黑客具有匿名性 跨国性和溯源难等特点 不深入进行调查研究 总是说可能是这样的做法不科学也不负责任 中国坚决地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行动 中国自己也是网络黑客攻击的受害者 在这一领域 我们愿意开展国际合作 来共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 我们希望美方不要疑心重重 捕风捉影 而是在这一领域 多一份信任 多一份合作